近期贵金属期货价格大涨,带动资源股上升,资金流往传统经济板块,而科技股则受压,衡生科技指数大跌于半成。 各位没有食谷的股民,当然是要大叫救命,近期烂和烂铁价格上升,主要是憧憬,全球多地陆续展开新冠肺炎疫苗接种,全球经济将会逐步重拾正轨,带动对各类资源等元材料的需求,固见相关股份受追捧。 此外,美国银纸任印,通胀风险惹人关注,资源价格亦漢涨,传统经济类股再次受到资金关注,周一22日港股急错于1%,但恒生金融,恒生地产及恒生工商业分类三大指数皆高收,升幅0.3-17%,与大跌于半成的恒生科技指数形成颇大对比。 明显可见资金转向带动板块表现轮动。到底资源股接力,是否意味本能由科技股带动的港股升浪,已经见顶呢? 这个问题,有几个方面要注意。第一,早前科技股的升势突出,若传统经济如资源及能源股接力,升幅和持续性能否给得上科技股? 若答案是否?那港股见浪顶机会大,但若然来近经济复苏真是好碘。 且别低估传统经济眼前酝酿的大型反弹浪。 第二,虽然这期通胀话题转热,但老实说,即使美国落实在放水1.9万亿美元,暂时仪然通胀压力并非想象般大。 再加上疫苗虽开始接种,但目前尚难评估效用。 故在这众多未知数之下,其实尚未可确定传统经济类股,眼前是否一片坦途, 只是科技股股值不便宜,部分资金获利转战落后板块,并不足其,对科技股板块而言。 暂形属大账小回格局,而非世界末日,事实上,预计3月陆续有大型新经济股来港上市。 相信港股会投一两个礼拜,3月又会借炒科技股再炒上。 以迎接一批新经济新股的招股活动开始。 故这一刻手上科技股变成蟹科,又不用太过气馁,反可借此机会重整一下组合。 去无存清,至于一众资源及能源股,不者只会小注短炒即日先。 中长线自问上未看得太通透,暂不会重仓应对。